花林县各乡镇市代会第二十一届政府主席联谊会及第七次议事业务研讨会 这次的主办单位是瑞税香代表会 地点是选择在天成饭店 除了轻易交流业务分享讨论 也邀请到专家来进行所会关系运作之法力与实务的专题演讲 花林县各乡镇市代会第二十一届政府主席联谊会及第七次议事业务研讨会 今天上午主办单位瑞税香代会 特别选在场地优责的六星级饭店举行 同时特别邀请前内政部专委林朝顺 就所会关系运作之法令与实务为题进行专题讲座 税入税出不能平衡的时候 由公所自行调整 问题就处在这里 林朝顺从所会关系的意义 所会关系之法律 争议案例的形态及因建立的共识等面向来讨论 台下代议室各个听得获益良多 110年度由日子项代会率先开办 主席陈留安除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配合 也强调为了地方发展 不仅府会和谐 地方各社团农会等各机关也都团结一心 让地方的发展顺利向前进 在找我都来到国家的发展 在我们入内 所以走很远的路 这个就是比较累一点 但是可能也有点效果 就是身体可以运动一下 好像我们这一期任期已经过了一半 剩下一半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多互动 像刚刚专研题的 有些我们在国内经济考察 或是一些观摩的时候 其实感觉起来 像修理箱跟我们这些相应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部落校旅行 这些推展观光的 其实大家可以多联谊 多学习 多切磋 然后学习人家的长处 今年度乡镇世代会 政府主席联谊会 除了议事业务研讨 专题讲座之外 各乡镇世代会政府主席 以及主委员也难得奇迹玉堂 东道主日是乡代会 乡公所 以及地方各界也都热情接待 彼此情谊交流 下一次则是由封冰箱来街坊办理 记者石玉兰 瑞瑞采访报道